大家好,我是阿胖,今天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早餐饼 准备适量的小麦面粉,倒入冷水,搅拌成粘稠状的面团 再用力摔打面团,这样可以很快的搅散开,成团的面粉颗粒 分享一个判断鸡蛋新不新鲜的方法就是表皮摸起来比较的粗糙,说明鸡蛋很新鲜 下次买鸡蛋时,你们可以试一试 打过鸡蛋之后再加适量的水,这样可以很好的掌握面糊的浓稠度 蒜苔尾巴洗干净,然后切得面目全非,我觉得它比韭菜,葱花还要鲜 加盐,13香,搅拌均匀 你们吃蒜苔的时候,那个尾巴都是怎样的处理呢? 嗯,在我们这边,如果蒜苔尾巴积累的很多的话 还可以加点面粉蒸着吃,嗯,也是很不错的 凉面煎黄之后,就可以出锅了,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话可以试试,记得点个赞哦,谢谢 我先前发泄か了,鸡蛋 谢谢 我先划解ést